6月6日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有民主建港协境联盟 举办的关注犯罪年轻化问题圆桌会议时表示 香港的被捕年轻人成为争取政治红利者的政治祭品 民建联当日举行题为遏制蓝炒风 保护年轻人 关注犯罪年轻化问题的圆桌会议 邓炳强出席会议并公布 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 共有8,057人涉及修理事件被捕 其中1,472人已被起诉 被捕人士中四成暴称是学生 学生里面一半是大学生 超过四成是中学生 邓炳强形容被捕青少年为受害者 他们被争取政治红利的人利用而违法 有人将暴力浪漫化、英雄化 令不少年轻人的价值观被扭曲 以为只要符合自己利益或信念 便可为所欲为 究竟是谁将我们善良的年轻人 变为充满仇恨的恶魔呢 各位家长、老师和社会各界 大家都要憑良心、憑良知 拿出我们的勇气 去劝指年轻人 成为获取政治红利的人利生法 最佳的做法 莫过于拥抱法治 以身作质、自律守法 一起向不守法议息、说法 并且支持我们的警队是正正法 作为圆桌会议主持人的香港 明镜联关堂区议员严文宇表示 香港10至15岁的少年犯罪率 在过去一年增长超过八成 16至20岁的青年犯罪率 则增长了约120% 情况令人担忧 他分析了多个 致使青少年犯罪率增加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一些 那叉派的政治领袖的议论 是美法暴力鼓出一些犯罪行为 第二个就是刚才多位讲者都说了 是贫贵的影哗 他们互相慫恿 有一些洋魂的心理 炫耀的心态 第三个就是刚刚 Inkyna一哥都说了 就是假新闻假消息 是怎样去防止 不要让一些网上的假消息 传得更快去信任的仇恨 活动的最后 邓炳强批评最可耻的是 当年轻人被捕和判刑时 在背后煽动及包庇年轻人犯法的人 这些人不停呼吁他人捐钱 给所谓的律师朋友帮忙打官司 任由年轻人帮他们承担后果 他们不会让自己的子女参与暴力 要奉献政治继品时 永远找别人的子女